回音渲染 你把我三月份的两张聊天截图 发出来说我不尊重你的脑洞成果 你如果觉得我当时说的不妥 你直接私底下给我说 让我对你道歉就行了 你并没有 甚至还给我发私信 说我们都是好朋友 然后现在却又拿这个硕士 真是把我的懵了 你这个不是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咱们都是同行 有些东西我不去戳破 希望你失可而止 不要再把我和蜜糖的事情 当成你直播间的牛量密码 还从下午播到凌晨 全程开着打赏和新愿代 你要是想继续在直播间 给粉丝吃瓜 那么麻烦你全程关闭打赏和心愿 不然你这样的操作 会让我觉得你的目的 不是单纯给粉丝吃瓜 本来我们之间的矛盾不大 你想道歉其实也可以 但是你这几天的操作 直播间公然抹黑我 诽谤我和大猫 小徐宁匿的关系 这些不光对我造成 巨大的精神伤害 还是公然违法乱纪行为 我闷心自问 从来没有在直播 或者视频中 对你做出诽谤抹黑的事情吧 所以我真是想不通也不明白 你如此针对我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最后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 现在舆论发酵已经非常严重 对我的伤害不可逆 所以请停止这些行为 我不希望我们的初次见面 是在法庭